近日冒演发布最新数据见证 王凯在《相反而行》中饰演的顾南亭 成为2023年1月冒演最热现代剧角色 《相反而行》2022年12月底播出 2023年1月中收官 短短半个多月的播出期 却给观众答案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视觉盛宴 王凯在剧中饰演的顾南亭 作为陆州航空飞行部副部长 严苛自律追求稳定秩序 开播当天顾南亭的机长广播 就让观众纷纷入坑 王凯此心的嗓音 见外不怪了 没想到换上机长制服的王凯 又让观众感受到了帅气新高度 网友纷纷喊话 希望王凯可以制服伴永久 王凯的待剧能力一向有目共睹 从清平乐到猎狐 从大江大河到《相反而行》等等 《相反而行》播出期间 因为在央巴黄金档摄出率表现优越 登陆央衣非黄金档同步播出 有言又演技 王凯作为演员受到各大平台的青睐 和观众们的喜爱 据悉 《大江大河3》预计将于2023年上半年拍摄 网友们已经迫不及待 想追王凯的下一部剧了 回顾王凯的成名史不难发现 2015年是王凯的爆发年 现在有狼牙榜后有伪装者 这两部现象节的大部剧将它捧上了神坛 当然同剧组的胡歌和静东也不例外 胡歌从此逆风翻盘 成为了备受观众喜爱和支持的男演员 正式踏出了一线男演员的行列 静东也化身 施奶杀手 背受阿姨们的喜爱 近年来发展势都很猛 可当时大火的王凯爆红后 没吃几年红利 就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 一心想要红 平均每年在演四部作品的王凯 为什么消失了 曾自爆 在父亲患癌病逝后 被查出肺部有阴影的他 现在又怎样了呢 很多人认识王凯是从蓝牙榜开始的 剧中刚正播的静王萧锦炎 为王凯疯狂吸奋 让他彻底体会到了一夜爆红的滋味 凭借这些角色 他分别融合了第三届 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以及第二十二届上海电视节 白月蓝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他和胡歌近东在剧中组成的铁三角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尖叫 不久后 三月又携手推出了 民国悬疑谍战剧伪装者 王凯是演了剧中精明能干 有情有义的地下工作者 明成 他的戏份算比不上明台和明楼 但在王凯的精彩演艺下 依旧焕发了不一样的魅力 这一年的王凯事业全面爆发 除了狼牙榜外 他的欢乐颂 青秋湖传说 他来了请闭眼等作品一度罢评 只要打开电视剧 就能在不同的频道里 看到王凯的身影 这些剧里 王凯没有担任过一次主角 但他的风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原本的主角 一年365天 王凯几乎每天都泡在不同的片场 他最忙的时候 平均每年参与了四部电视剧 这还不包括他街拍的各种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 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陀罗 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拍戏的途中 而他这么拼的目的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红 在演艺圈 如果没有优秀的作品持续输出 那就迟早会被后浪 拍死在沙滩上 因此王凯一个也不愿松懈 但他对剧本又很严格 优秀的演员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他的侦探悬疑剧 如果蜗牛有爱情 被央视焦点访谈重点夸赞 14小时内播放量突破了1亿 他和成龙合作的《铁道飞虎》播出后 瞬间广收好评 他和苏武鹏合作的《嫌疑人X》的现身 直接打破了华语犯罪悬疑类影片票房记录 不过把王凯事业推向另一个大高峰的 当属孔生大运的县礼大剧《大江大河》 在接下《大江大河》的邀约前 王凯曾被精心问到今后想尝试的角色 他表示 现在我特别渴求饰演一个具有生活气息的角色 最好是农村青年 处于灰尘漫天的恶劣环境 依然向阳生长 会自想不久后 宋运辉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部作品剧本扎实 演员演技在线 易经播出便引发剧烈反响 忘了饰演好命运多舛 但勇于抗争的宋运辉 更加符合剧本上他的形象 王凯将体重硬生生的控制散了62公斤以下 他身高1米82 这样的体重已经算得上是销瘦了 可是为了梦想一切都值得 《大江大河》大获成功后 《大江大河2》紧锣密鼓的开始筹拍 众所周知 续作一般很难超越前作 甚至一些续作完全就是狗尾虚雕 多此一举 《大江大河2》的筹拍 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 很多下他的观众都怕 续作会将前作给毁掉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续作不仅没有毁掉前作 在某班上的评分 续作还超过了前作 虽然只高出了0.1的分数 但也足以证明观众对他的认可呀 不过相较于前两年的霸评 王凯金些年成绩的许多 每年的作品也是锐见 甚至渐渐消失在旅乐圈 这不禁令人好奇 一心想红的王凯究竟去了哪呢 2017年正在拍摄《英雄本色》的王凯 接到了父亲被查出肺癌的消息 得知消息后的王凯瞬间就懵了 他当即朝着医院跑去 看到病床上苍老的父亲 他的泪从两颊缓缓流下 为了父亲 王凯暂缓了心爱的演艺事业 曾经他是众人口中的拼命三郎 从未在剧组请过一次假 即使是意外受伤 也要坚持完成拍摄 但这次为了照顾父亲 他开始频频请假 有时看到导演的脸 他都觉得十分的不好意思 好在导演十分了解他的情况 为王凯打开绿灯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在病重的父亲身边 虽然他拼尽的全力 想要再多留父亲一些时间 但在病痛的折磨下 父亲依旧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那段时间 王凯总是睡不着觉 一个人呆呆地望向窗外 这几年 他拼命地拍戏 为的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却本末倒置 忘了最重要的陪伴 深深的后悔和无力感涌上心头 可还没的王凯从悲痛中走来 他又接到了日本体检中心 打来的电话 医生告诉他 他肺部阴影不佳 建议他在国内再仔细地复查一次 并且对方告诉他 要做好动手术的准备 这次体检 是当时跟随剧组去日本驱警时 在朋友的强烈建议下去的 这一年的王凯才35岁 便已经充分感受到了 什么叫事实无常 一个月前 父亲刚一肺癌去世 一个月后 他便被查出了肺部阴影 那一刻 红不红对他来说 早已经没有了意义 没有什么 比生命更加重要 王凯推掉了手上所有的工作 开始专心致志地 在医院接受治疗 病治好后 王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将生活和身边的人 排到了事业之前 他便得不愿出门 安心享受起在家的优先时光 看书 刷剧 养花养草 打游戏 事业不再是他生命的全部 遇到好的剧本 他依旧不愿意放过 但在拍戏之余 他也会约上三五好友 静静地享受着片刻的闲鱼 但不论是在过去 还是现在 在王凯的身上 都很少能看到 现在娱乐圈的浮躁 在明星扎堆去直播卖货 明星扎堆 来拍电视剧的乱象中 他就像是一股清流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他依旧坚持自己的本心 不叫不造 不昧不俗 即使一些老戏骨 都没抵住诱惑 前去直播 王凯依旧牢记着 做演员的本分 认认真真演戏 清醒白白做人 有戏拍的时候全力以赴 没戏拍的时候 尽心沉淀自己 当年爆红后 他也没迷失在粉丝的吹捧中 而是力度地与粉丝 进行了切割 他希望他的粉丝 都只是为他的戏聚在一起 而不是因为他自己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他的这份果决 才更加难得 这样的好演员 怎么能不值得大家喜欢呢 他的作品 大多都有口皆碑 他的私生活 几乎没有一点绯闻 从梦中意上来说 他的消失 就是一乐圈 最大的幸运